精彩的戰鼓 為2018金鉤獎頒獎典禮 增添不少震撼色彩 這個代表屏東的電影創作競賽 已然成為地方的年度盛世 除了各界代表踴躍立臨現場觀禮 也肯定金鉤獎的延續辦理 成為屏東唯定遍地開花的絕佳舞台 趁著這樣的浪潮 我們希望透過包括我們孫理事長 在內這麼多前輩的努力 我們不只是讓年輕人發光發熱 也透過這個機會 金氏發光發熱 阿溝成要被保留下來 阿溝成的記憶 阿溝成的文史 阿溝成的未來 也希望透過這些發光發熱的創意作品 能夠讓它發揚出去 主辦單位強調 期盼透過金鉤獎的辦理 能讓參與者有實踐夢想的舞台 同時也能透過作品 將與傳達的理念及在地文化美景 給分享出去 把屏東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能夠透過微電 能夠把屏東所有好山好水好的故事呢 希望能夠透過影像來呈現 因此我們在辦理這個呢 也是希望能夠邀請我們全國 甚至海內外一起來參賽 這個畢竟是一個藝術跟人文跟文化 一個結合的一個活動 一個比賽 那我們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輕學子來參與 2018金鉤獎 屏東獎的得獎是 東流獻 每年最受矚目的金鉤屏東獎 今年由小琉球北漂外地讀書的林氏儒團隊 以東流獻獲得殊榮 他強調金鉤獎不僅給予了他返鄉且記錄 家鄉故事的機會 更讓許多有夢的屏東人 在家鄉就有實現夢想的舞台 很開心能夠在自己的畢業製作 拍了一部自己家鄉的故事 然後還可以算是回到家鄉來獲得這個獎 然後也很感謝金鉤獎給我們這個機會 然後我最想講的其實是我覺得 可能最近北漂這個議題很常被提 所以我也會很希望說 可能屏東獎能夠有更多的機會 會讓所有追逐夢想的人 可以不需要離開家鄉 就可以在自己家鄉完成夢想 強調金鉤獎的辦理 不僅是讓屏東更被看見 也讓更多的青年創作者 有揮灑創意的空間 透過不同的鏡頭及角度 來看見那一刻 我們看到2018年 是用看見那一刻這個主題 來作為一個發想 而且今年也增設了所謂的校園獎 校園獎 也就是說讓更多的年輕人也參與 也學習了這樣一個微電影的創作 今年除了延續往年 媲美國內外高規格的頒獎典禮 及精彩演出 主辦單位更新增了校園獎項 鼓勵學子踴躍創作 而在各項精彩的作品中 分別由紅裙子及無盡兩部作品脫穎而出 雙雙奪得校園獎 非常開心 就是覺得有得到鼓勵跟肯定 然後非常感謝給我們來這機會跟其他拍攝 就是同樣作品的人有一個切磋跟交流 當初在做這部片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遇到很多困難 不然不管是資金或者是就是拍攝的時候的環境 如此類的 就是以學生片來說 真的很需要各式各樣的幫助 那今天有辦法參加金鉤獎 有得到這樣子的就是獎金 對我們來說是真的非常重要 然而今年的金鉤獎獎項眾多 其中來自馬來西亞的黃文廷 以道這部作品永多金鉤首獎 成為當晚大一家 金鉤首獎 首獎 只有一個字 一個字 道 此次獲得首獎的正好是2016年 以147.2公里同樣獲得金鉤首獎的黃文廷 他強調金鉤獎的辦理 不僅給了海內外的電影人 一個絕佳的創作舞台 也讓更多人有機會認識並看見屏東 我很感謝評審團給我 還有這個主辦單局給我 就肯定讓我可以再次來到屏東 所以人家說拍一部片 可能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不過我覺得要主辦這個金鉤獎 真的是會比拍一部短片更加困難 因為從籌辦到這個階段 其實是要經過很長的一段時間 還有很仔細的籌備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是衷心感謝 來自國內外選手的熱情參與 不僅大大的顯示出大眾 對屏東成為電影線的關注 金鉤獎的舉辦更讓地方文化風情 透過影片得以顯現 也讓金鉤在屏東生耕後 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 屏東生不停要正義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